苹果生态中,iPhone或者iPad可以作为App TV的遥控器使用 复制粘贴可以方便地输入复杂的内容 但如果是跨系统的话呢 比如使用iPhone怎么去控制你的安卓电视或者盒子呢 如果你正在为此烦恼,今天的内容应该可以帮助到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宝 在开始前你需要了解一下你家电视的开发者模式开启的方法 我们需要打开ADB调试 以我的Sony电视为例,在设置、系统、开发者选项打开ADB 其他品牌电视或者是安卓TV盒子,请大家自查 好,接下来你还需要知道电视WiFi的内网地址是多少 这个可以在网络里找到你的WiFi连接,查看IP地址 我的是192.168.5.11 好,到此为止,准备工作就绪了 打开ATV Tools这个APP 在首页的IP地址这里就填入刚才我们查到的电视IP 5.11这个 大家的手机一定要确定和电视连的是同一个WiFi网络 在一个局域网内 好,点击连接 此时你的电视会有提示使用USB ADB连接 建议勾选这个 点击允许 手机即可获得授权 连接成功 先来看看有什么功能 在工具分类中 可以看到有很多小工具供用户选择 这个我们先放一放 后面详细说 而应用分类中 则是管理电视内安装的各种APP 中间的命令 一般大家不会用到 这个可以对电视系统发送一些管理命令 控制就很好理解了 这时的手机就是一个遥控器 控制音量或者焦点的上下左右 最旁边的信息栏 可以查看电视硬件参数 有型号 系统版本 包括存储空间等等 OK 我们回到工具栏 点击安装则是可以选择自己下载好的 APK文件给电视安装应用 制作截图 这就不用多说了 截屏安卓电视必备加屏 当然除了截屏 还支持屏幕录制 录制结束以后 提示在Movies ATV Tools文件夹里面 这样打开文件管理器 按路径找到文件 下载到手机 仪器合成 非常适合 如我这样的视频创造者 制作教学的视频 方便分享 而发送文本 就是大家非常需要的一个功能 比如一段连接地址 粘贴到空白处 点击发送即可 就是这么 简单 粗暴 非常的nice 整体来看 ATV Tools 对于安卓TV 或者盒子用户来说 是神器一般的存在 当然 它并不是免费的 投入很少的金额 一次性买断 这个非常值得购入的应用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宝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